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头陀第一 摩合家设尊者 今天跟大家讲摩合家设 头陀第一 行十二头陀能堪口行 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们 当年的摩羯陀国首都叫王舍城 有一个富家子弟 他从小艳离世俗 就是这种名啊利啊 他从小不喜欢 因父亲逼迫 曾娶邻国 皮舍离 以富豪女妙贤为妻子 但是妙贤与他志同道合 这个富家女跟他一样 两个人都想修心 不想结婚 那么两个人结了婚之后 志同道合一起过着 分居的生活 实际上现在讲叫清修 结婚十二年之后 父母双双亡故 南方女方爸爸妈妈都走了 家设呢出家的机缘成熟 所以有时候你们经常想 我想出家 我说你缘分会到啊 你很多东西要等缘分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他缘分成熟 他词别妙贤 就是词别他的妻子 外出巡师访道 就出去要找出家的机会了 先后访问了几位名师 都不合他的心意 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出家不是说随随便便找个庙 哎我出家了 要找到师父才出家的啊 你没有好的师父你跟谁学啊 所以他呢不合他的心意他就没有办 有一天他来到竹林经社 那个时候佛陀啊 在印度的时候呢 他到处去讲法讲课 他到了竹林经社听佛陀去讲法 他觉得佛陀 他讲的契合本心啊 跟我讲的很像啊 于是他就跟随佛陀出了家 不久他又把妙贤接到女众生团当中 同修繁星 你说他出家人没有感情吗 有感情的 他自己找到好老师了 他马上把他的妻子 你也出家 到女众生团里面 让他去跟着佛陀学 加设皈依佛教之后 成了佛教生团当中的一员 但是他从不住在生团当中 他认为生团当中生活太忧郁 因为当年啊 佛陀的生团啊 里边很多都是皇家贵子啊 所以不宜修出世法门 他觉得不吃苦这辈子 你修不出 所以总是独自一人在深山野外 在坟场边 在尸骨旁 修禅打坐 他一共有十种修行方法 第一 选择空闲之地而住 就是没有人的地方 第二 常行脱脱七十 就是经常拿个碗呢 去敲门 求不失 让别人产生不失心 让自己放下 公告我们心 第三 居住在一处 就是自己住在一处 不要总天跑来跑去 第四 日食一餐 每一天吃一餐 第五 气食不择贫富 我今天去请求供养 我不管你是富有的穷人 我都要敲门 第六 严守三一博 俱 七 常在树下思维 经常一个人坐在树底下 想 第八 常在陆地静坐 第九 脱粪扫衣 十 住坟墓之处 加设的这些修行方法 佛教称之为 头脱行 因为头脱的凡语 就是 偷脱 偷脱的意思是什么 抖手 就是把自己身上的污垢啊 烦恼啊 把它去掉 他长持期的苦行 从不懈怠 所以在佛陀的 笔子当中呢 有一个头脱第一的称号 佛陀称赞他 是未来 佛法的真正主持者 而且佛陀十分信任他 最后把一博 传授给他 加设得世尊传法 在佛教禅宗史上 非常有名 所以你们看佛经里面 佛陀经常讲经文里面呢 有他 根据大凡王问佛决一经当中 曾经有介绍 有一次佛陀 受凡王之请 到灵旧山 说法 所以呢 佛陀身座之后呢 他一句话都不讲 他手里呢 拿着一朵 波罗花 给大家看 在座的人 所有的人都不理解 这时候 这时候唯有 加设尊者 见佛事花 破言微笑 佛陀随即当众宣布 佛陀把平日所用的 袈裟 就是佛陀自己的袈裟 薄就是那个碗 过去一代宗师 他要传承给别人的时候 叫传授衣钵 所以呢 当时呢 就给加设了 加设呢 因此成了佛陀的继承人 在中国的禅宗当中 把加设尊者奉为 西天第一代祖师 佛陀涅含之后 加设呢 就担起了祖师 佛法的重任 在他的祖师下 就是把佛陀 活着的时候 讲的所有的经法 全部整理 整理的地面 就是在印度当年的 王舍城 有五百名 以证得阿罗汉国的 大地球参加 会上呢 阿难送出经葬 因为阿难是佛陀身边 佛陀最喜欢的 跟着他学见对手 优婆离 送出绿葬 绿葬就是 佛陀所规定 法师应该遵守的 佛法的戒律 积极出 金和律 两大佛典 加设发起的 佛典积极工作 就是把佛陀所有的 佛经啊 全部 把它 继承下来 记录下来 所以加设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等到加设 年纪大的时候 他将法传给了阿难 然后 他独自一人 到李王舍城 有八百里的 鸡足山 山峰间的 棚地里 打坐 路定 因为这山上 有三个小的 山峰 像一个鸡的脚一样 等弥勒出世的时候 他将把佛陀 传授的一波 交付给弥勒佛 所以佛经里面讲的 以后会有弥勒 再世到 我们这个地球上来 救度众生 就是佛经上传承的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学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